補充2个3D Touch小技巧 如果你想要启动多攻略的话 你除了可以连续按两下后键 你也可以按住荧幕边缘这条黑线 按住然后再压下去 就可以启动多攻略 荧幕侧边这条黑线 按下去按 第二个是你在打字输入时 你也可以按住键盘压下去 你就可以随意移动游标 按住压下去键盘就会变成空白 你就可以随意移动鼠标 到任何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